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有点智障 现在这样在和平和柔 我叫张双喜 今年18岁 我的老家是山东德州的 我叫牛牛 今年16岁 老家四川 人大主乡人 留守儿童 父母没有消息 从小跟爷爷来来长大 自从爷爷去世以后 只跟爷爷说走了 我想他们 但我真不会回去 我不会你看我的娘的 我的娘比谁的娘都情 今天到这个舞台上 向谁告白 向我们的娘告白 因为我们的娘已经老了 我们也长大了 我们的娘不让我们出去干活 我们只想找一个大舞台 去演出 为什么呢 觉得我们还小 对 怕吃亏 怕吃亏 所以你们今天到这来告白的目的 除了要向娘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之外 还想让她允许你们出去演出是吗 是的 刚才你们说来自于各个地方 现在都在河北苍州 你们的这个娘是你们的亲娘吗 不是 你们来描述一下 你们的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 比这个人亲生父母多亲 她在平时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妈 你们是来自于学校 还是来自于杂鸡团 我们是娘的孩子 你们还要亲 谢谢 谢谢